时间是个谜 在它的巨浪里 有些歌热潮退却 就随风而逝 有些人大浪逃杀 还历久迷心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制作主持 人在纽约歌如故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 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单元 其中有个单元叫做听分享 有时候是跟你说到 这个流星音乐的产业内部的一些观察 有时候呢 是会邀请到不同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音乐的话题 可能你还曾经有印象 就是我们曾经邀请到 一位我在伦敦的朋友孟科 我们一起聊到了陈树化 因为他是陈树化的歌迷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歌迷呢 他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他又是谁的歌迷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 要聊到的这一位歌手 其实他现在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一定都知道他 可是他现在的歌录 他的翻唱 他的巡演 各种的演创会 跟早期的他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我来说 我会更喜欢当年一张一张的原创的专辑 发行的那个时期的他 那个时候的作品 更值得回味 更值得仔细地去欣赏 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的时间当中 我们就跟这位歌迷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位歌手 好的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一位歌迷 他是谁的歌迷呢 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呢 蔡琴 对 大家好 我是Simon 我是蔡琴的歌迷 Simon 听起来好年轻啊 你介不介意告诉大家今年几岁 我是90年的 传说中神奇的90后 对 一个90后喜欢听蔡琴也不太多见 对啊 那你在同学当中 会不会像是一个奇葩一样的存在 对 因为我12岁就开始听蔡琴了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听周杰伦 蔡依林 然后呢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听那些呵呵哈嘻的东西 我觉得好烦哦 我说我要跟他们不一样 于是我就听了蔡琴 而且呢 到后来觉得蔡琴的歌词还不错 于是写作文都用得上 分数也会蛮好的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还记不记得你用过什么歌词 哇 用过什么 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歌词啊 什么作文要写到明月千里寄相思啊 就是什么中秋节啊 还有什么 写这种夜色 要描写夜色啊 这种这种 这种小小小小作文嘛 嗯 其实我觉得像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啊 我觉得我是属于从流行音乐当中学到很多文字上的优美的运用的 相信你也是 对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节目要开设这样的一个跟歌迷去访问的单元 歌迷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就很少会有人从歌迷的角度去分享一些音乐 可能就是主持人自己说或者是歌手自己说 但是往往歌迷它是一个像宝藏一样的存在 因为歌迷对歌手是真爱 然后他会发觉很多他们的一些也许不是主打 可是却又让人听了以后耳朵一亮的奏品 是的 歌迷的话会听得更深入 不会像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 以商业的角度来推广那些主打的歌曲 没错 那你刚刚说12岁就喜欢上蔡琴 当时是怎么开始喜欢的 什么样一个机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面有一盘蔡琴的盗版碟 然后就想说也没什么事就放来听听好了 听着听着第一首歌放的就是那个《不了情》 这个歌我小时候也听过 因为小时候有看过那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里面什么蓝凤萍有唱过这个歌 然后我再找来找去发现他那些《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面的歌 蔡琴都有翻唱过 后来说好神奇啊怎么回事 然后一听再听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就很喜欢 家里面的盗版碟谁买的 妈妈买的 所以妈妈是蔡琴的粉丝吗 他不是他比我年轻多了 他听什么阿桑啊 Jazz啊什么 对他的心是一颗年轻人的心 我是一个老年人的心 可是妈妈如果听比较年轻的 为什么又会有蔡琴 还是说他其实也是喜欢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时买 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01年的时候 蔡琴不是有参加春晚吗 后来他可能就蛮好听的 或者他们那个年代有听过蔡琴的 然后就买了一张听一听 也不是说真的是那种fans 可能只觉得不错听就买来而已 对所以是无心之举 可是却造就了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歌迷 对对对 所以当时就喜欢上他了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开端呢 这是一个开端 后来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跟费玉清 在上海大剧院的一次演唱会的录像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女人还蛮有智慧的 就慢慢的再有兴趣去了解她 她当时是什么样的表现让你觉得她有智慧 就是因为蔡琴是曾经做过主持人嘛 所以她在舞台上演唱会更多的时候 也会说一些段子 那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没有想过演唱会还可以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他其实是一个说唱歌手 对他的演唱会就是演唱说 然后百分之三十的时间都在说 但是相信很多人会喜欢听说啦 对对对对 如果你去演唱会你听到的是跟CD一样的 那我为什么要去听现场 对因为其实我现在看多了他的演唱会 很多一部分看他演唱会是去听他讲话的 有的时候 那所以喜欢上他以后就开始去加入一些歌迷会 或者是浏览这些相关的网站吗 还是怎么样开始去 对那个时候有上海的粉丝团吧 然后我也是莫名其妙就搜到了 结果我和他们说我是90后 他们就觉得哇怎么有个小朋友 对当然他们 他们有没有拒绝你 当然没有啊 他们当然欢迎啊 就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 当然他们也不是那么大的年龄 像我们妈妈爸爸辈的那些粉丝 可能比我大个五六七八岁吧 就这样子的 对都是些哥哥姐姐们 对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 所以就妈妈爸爸会管得比较严嘛 也不可能说整天出去 他们可能会什么接接机啊 什么参加发布会啊什么的 但是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是 我参加蔡琴来上海开 跑路天使的歌舞剧的发布会 那天正好是夏天 他们就说啊 那正好我有时间就去了嘛 暑假 去了时候他们都买了花啊什么 我就凑个热闹看看 真正的蔡琴 结果他们说你去送花 我说好 对啊你一个男孩子 蔡琴最喜欢小男生了 我说哦 然后就傻傻的就上去了 然后结果 那年几岁啊 那年十五岁 对05年的七月份 对 那当时你送花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它很惊讶 它说十五岁长这么高 听我的歌长高的吧 对这个是他说话一向的风格 这很有他的风格对不对 对对对 听我的歌长高的 但是就只是送了个花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流 是不是 就是握个手 对 然后就是 呃 我握手的照片 还被他妹妹 呃 放在 拍下来放在了那个 他当时的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 哎 他妹妹好像也跟他写过一首歌词 是不是 对 叫呃 我的兄弟姐妹 哦 我的兄弟姐妹 对 但是我忘记他妹妹的名字了 叫蔡飞 哦 蔡飞 对 对 飞飞阿姨 是 对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在看到我的兄弟姐妹的 做词人的时候 就知道她是蔡琴的妹妹 天上每个星唱着一首歌 是我 是你 花儿凋零忘不了春的温馨 夜里每一家电这一盏灯 是我 是你 是你 夜儿飘落 带不走 同奔得起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在哪里 流着泪的眼睛 数遍天上星星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在这里 微微笑的星星 说永不分离 天上每个星唱着一首歌 是我 是你 花儿凋零忘不了春的温馨 夜里每一家电这一盏灯 是我 是我 是你 夜儿飘落 带不走 同奔得起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在哪里 流着泪的眼睛 数遍天上星星 我亲爱的星唱着一首歌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流着泪的眼睛 数遍天上星星 亲爱的星唱着一首歌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说 我说 他也说 那些人 那些歌 听分享 那些人 那些歌 听分享 单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一位叫做Simon的歌迷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蔡琴各个时期的一些 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些薪水之选 首先当然聊到的就是按照时间顺序 是蔡琴最早期的民歌时期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部分 我去台湾去看民歌四十年的时候 因为我也在 是吗 你也在 我也在现场 所以我们其实曾经在同一个空间 对 好巧 天哪 反正我是先去的高雄 他们在高雄的博尔那边 然后有一些展览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买那些纪念品的时候 我一抬头 我说菲哥阿姨 然后他说 那你是 我说我是那个谁谁谁 他说 啊 长这么大了 我说 他居然有认出来我 没记得你 对 我就还蛮激动的 对 这种感觉真的很 你会觉得 而且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05年的时候 是民歌三十年 就是那次他开发部会 是民歌三十年结束了之后 来上海的 然后2015年 十年之后 民歌四十年 居然 他妹妹还能认出我来 我这个感觉是很妙的 我听起来毛管有一点竖子 是是是 我记得我们前期在互相打电话沟通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非常的像是倒背如流的把蔡琴好几个不同的时期 全部都总结了一轮 我就检验到真的是一个真爱的歌迷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去通过他不同的时期慢慢的去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听他音乐的这个过程好不好 好啊太好了 然后顺便我们也像是一个半公开的这种课程的感觉 就是其实大家听了你的分享可能也会对蔡琴的整个音乐的历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也像是一个知识的传递 其实我觉得有点在前期我在写那个提纲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像上历史课的感觉 所以他最早我们是从应该是他民歌时期了对不对 对民歌时期的话蔡琴是1979年到1984年这个阶段 他从民歌手参加民谣峰的比赛得奖 然后唱了第一首歌就是恰似你的温柔 那个时候每一张专辑出了好像有六七张吧 那个时候的专辑都是名 每一张专辑都是名歌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发觉 他每张专辑里面开始的几张专辑都会夹杂着一两首的老歌 他说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喜欢 所以他要唱给爸爸妈妈听 像比如说什么绿岛小夜曲 然后什么飘零的花落亦难忘 这些歌其实有的歌对我们大陆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 像绿岛小夜曲可能知道最多的是以为邓丽君唱的 对不对 其实原唱叫做紫薇 然后是他的作词作曲人叫做周兰平 周兰平也是很有名的是因为他写梁柱 香港那个邵氏公司的电影梁柱的那个作曲 对所以其实蔡琴他是一开始就已经有老歌的这一条线 埋在他的每张专辑里面了 对 并不是说后来突然出的这种饭唱老歌 不是不是 其实到之后之后的这个时期都有一些老歌在里面 非常有意思 等一下我会一点点的讲 然后这个时期你说 没关系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个笑话而已 因为民歌时期的蔡琴跟后面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戴着非常大的眼镜 然后穿的衣服啊发型啊 怂到爆 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不堪回首 这个外形 还好 他不会 因为他每次在演唱会的时候 经常拿这种很丑的照片自己在那边开自己玩笑 王孟林大哥他有一次在做访问嘛 然后他就说回看当年民歌手的专辑啊 都是没有什么化妆啊 什么服装造型的这一种 然后他就举了蔡琴的例子 他就说蔡琴的好像是出赛曲还是哪一张封面吧 然后说蔡琴就是直接穿着他那一天上课穿的那一身衣服 然后下课就直接去拍照对不对 知粉未失的那种 对然后王孟林大哥就说 他说蔡琴的这个造型感觉他好像是走在 因为那个好像有一个图片是他走在铁轨旁边还是什么 就说感觉他像是在那里摔了一脚以后再爬起来继续拍 所以我在想不知道蔡琴本人有没有听过这一段笑话 但是我相信他肯定也会跟大家一起笑的 因为你看他在演唱会上把自己的仇照所谓引号的仇照了 就是说你们笑你们笑 对其实说实话那个年代大家都是戴这么大的眼镜 对其实就是坦然的面对曾经自己有过的某一个阶段 是的 请为我唱一首出彩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战影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号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在各地雕字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而我们总是要一场再长 像这草原千里山这金光 像这风沙呼啸过大漠 像这黄河岸那鹰山旁 英雄骑马庄 英雄骑马庄 骑马荣归故乡 而我们总是要一场再长 而我们总是要一场再长 在河山被逝 hun骑马庄 愿意猑马庄 贵黄河岸那鹰山旁 一首鸡马庄 既骑马荣归故乡 英雄骑马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我说,他也说 那些人,那些歌,听分享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那些人,那些歌 今天在听分享单元 邀请到的这一位蔡琴的歌迷Simon 他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生 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男生吧 虽然说他其实可能相对来说 年纪现在也不是太少了 为什么说他很可爱呢 就是你看在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听得出他的一些 说到激动的地方 他的这个语调的变化 他的那种开心、兴奋 还有就是说到自己所喜欢的歌曲 那种如数加珍的感觉 那我们在聊到蔡琴明歌时期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 我们竟然聊了这么长的时间 聊到现在还是明歌时期 不过呢也终是因为在访谈刚刚开始 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些 其他发散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着急 就慢慢的聊下去 明歌时期之后 还有飞碟时期 点将时期 还有更多的菜琴的不同的时期 跟你一起分享 说到明歌时期的话 说让我推荐一首歌 我精挑细选挑了很久 我不想挑他的成名曲 比如说恰死你温柔 抉择你的眼神 被遗忘的时光 这些大家都听过了 那我选的这首歌呢 是叫做谢木曲 它是在他们当时 天水月集 对没有错 他当时是跟李建復啊 就是王力宏的叔叔 然后李寿泉 苏来 苏来就是你的眼神的作者 然后许乃生 金铁章 这些他们组成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 就是天水月集的一个工作室 最主要这个工作室的成就是什么呢 就是推动了音乐人的 一个版税的意识 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 都是买断作品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来做我们的节目 因为你知道以前 有一次我在节目里 也就专门介绍过 天水月集 哦 真的哦 然后对 然后我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感动 就是因为只有歌迷 他才会这么执着的 去把歌手不同的时期 有一个系统性的梳理 而且主要是 如果你真的是很忠诚的 一直追同一个歌手 然后那个歌手 在华语乐坛存在的时间够久 他有经历过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往往他会跟不同的唱片公司 或者是不同的创作人 等等的这种合作 你追一个人 你差不多就把这整个脉络 弄得很清楚了 对没有错 就是一个 一个很 其实就是一本活的台湾音乐史 supposedly 就是在他的一个身上展现出来了 对 好你继续说天水月集 天水月集呢 他就是当时很有意思 他们出了两张专辑 第一张是李建福的个人专辑 叫查拉可汉 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网上搜搜看听 他是当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创新的概念 就是把整体的专辑 是一整个概念的形式完成出来的 包括编曲 包括写曲和作词 是一条故事线下来的 有一个连贯的聆听的逻辑 包括第二张专辑是蔡琴跟李建福的合集 是叫一千个春天 主打的曲子其实是一千个春天和跟我说爱我 一千个春天是根据陈香梅和他先生 就是飞虎队的唐纳德 然后他们两个的对唱也非常的有味道 这里的话因为今天是蒋菜琴的 我就不说对唱的歌曲了 这个是谢木曲的话 是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当然谢木曲了之后 他也就这个工作室也就谢木了 因为唱片叫好不叫做 因为概念可能太新了吧 大家市场可能接受不了 但是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好歌 那你有没有听蔡琴在访问或是什么一些场合 提到过天水乐集这个阶段呢 其实很少非常少 唯一有的可能是在05年的时候 但是当时就是网络媒体没现在那么发达 她跟他们就是天水乐集有重剧 然后开过一次小的演唱会 对对对是 我特别想看那一场 对网上有录音 而不是录音 有录像 有一些小的录像 但是都是很 有一片段 有片段的 对 但是因为当年的录制 就是音质也不是很好 然后 对 效果也不是太好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 这一首羡慕曲 这一首羡慕曲 这一首羡慕曲的 我们的故事 就是蔡芹样貌上的改变 她脱下了那个大大的蛤蟆眼镜 其实她自己讲过说其实她那些好看的衣服啊什么的都是自己家里面就偷偷的穿不敢穿在外面 然后也是经常见得到自己摘掉眼镜的样子 但是可能她就因为以前一直戴大眼镜吧 就是可能缺乏自信 但是自从进入了飞碟唱片之后 整个的造型全都有了质的提升 所以我刚刚听你说她自己在家穿那些衣服啊 然后把眼镜取下来 这个人物还挺立体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印象中的蔡芹就是那种大姐大 歌后 金嗓子 然后就是在舞台上hold住一切 结果没想到 其实曾经她在出道的早期也是有过这种不自信啊 因为尤其那个年代女歌手基本上都是美的 对都是好看的漂亮的 顺眼清亮的 对然后是艳心啊 甚至于像崔台青什么这种 崔台青对 然后蔡芹这个她一直讲上帝是公平的 当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长了一张四十多岁的脸 她现在我前段时间就是 她当年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叫青梅竹马 那个电影是跟侯孝贤一起演的 这次呢因为正好是东京影展还是什么纽约的什么活动 把这部片子重新做了一个4K的修复版 是 我有去纽约这边的电影院看这个修复版 你有看 你有看 你看你好激动 当年的样子跟现在真的是连发型都没有什么差别 好我们继续说回她到了飞碟创片 对说到飞碟之后啊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编曲作曲和作词的风格上 很多了很多的文艺感 而且呢这个时期的专辑策划的概念呢是比较成熟的 音乐制作人像陈志远 曹俊宏 吴楚楚 吴楚楚 对曹俊宏 对 很多的他里面的专辑 从1984年到1992年之间 很多专辑其实跟电影都是有关系的 当然可能跟他的当时的先生杨岛是可能密不可分啦 但是他的声音也的确适合电影 有一种诉说故事的感觉 比如说里面的像《最后一页》就是《金大班》 《最后一页》的白线勇的作品 然后《油麻菜子》是廖惠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竹里外的春天》像有什么钟楚红啊 林瑞阳啊 费翔啊主演的 还有《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也有他的歌吗 他没有唱 但是那个旋律就是他的那首歌 《童年往事》的那个歌 对 我当时去在电影院的时候就惊到了 我说怎么会怎么会很神奇 然后地下琴啊 是他自己跟什么金彦琳啊 周润发啊 这些梁朝伟一起演的 还记得还记得万弹珠蹲在苗门边 还记得七星车经过同学面前 还记得大壳水发展了半天 《童年往事》的梁朝伟一起演的《童年往事》 我会想拍摇的《童年往事》 我会想拍摇的《童年往事》 就这样消失不见 那时只当它寻常 今天却无限怀念 往事最好 不能够重过一遍 还记得多少事 仿佛在眼前 谈指尖 都变成遥远的从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就这样消失不见 那时只当它寻常 今天却无限怀念 往事最好 往事最好 不能够重过一遍 不能够重过一遍 你说 我说 他也说 那些人 那些歌 听分享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 那些人 那些歌 听分享 单元 这几天呢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 是蔡琴的一名小歌迷 90后的一个小男生 却会喜欢这么经典 怀旧的歌手蔡琴 那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跟歌迷聊天 我说的这个歌迷 是绝对的歌迷 就是比如说像我对于 早期这个蔡琴的专辑 几乎是每一桩 我都有收藏 然后全部也都听过 也都大部分都很喜欢 可是因为毕竟 如果不是一个 绝对的歌迷的话 你对于他的整个 发展的脉络 各种的这个观察 分析跟研究 相对来说 还是没有歌迷 那么的执着跟投入 就比如说 我听到Simon 他在分享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其实原来蔡琴 他在老歌的这个部分 是很早就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一条线 延续下去 而不是说 他彻底告别了 这个 不能说彻底告别了 就是说 他不再那么频繁地 发行这种原创的 一整张完整的专辑之后 然后他大量地唱 翻创 然后去开各种 怀旧的原创会 很多人可能以为 从那个时候开始 蔡琴才开始去做 这种老歌的创始 可是呢 我们在今天的对谈当中 就发现原来并不是这样 这个时期又不得不说 又有一些老歌出现了 就是我觉得老歌 是在他生命里面 可能贯穿的一个东西了吧 对 有两张最有 有几张最有名的 就比如说老歌 蔡琴老歌 那张已经是被翻版翻了 发烧发烧再发烧 真的是 就是一版再版 这么多年还在发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人生就是戏 其实那张又是电影主题曲 然后又都是一些老的歌 还有两张是叫做 回到未来 那个两张的话 一张是台语 一张是国语 这个时期就是 是你最喜欢它的时期吗 那天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我说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的时期 但是当我重新翻的时候 我不得不说 这个时期还真的蛮棒的 对 其实是有点像是 奠定了它的那一种 文艺的气质 就是它的那个 整体的水准都提高了 并不是说明歌时期的歌不好 而是说可能那个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不失粉袋啊 没有任何的包装 它可能有一些好歌出来 但是没有把这个人造星 就是去塑造出来的 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时期的话呢 其实好歌太多了 让我选 我真的是 我好选 逮选了三首歌 选了什么歌 一首是地下琴 是他自己主演的电影 然后还有一首歌叫做 请假装你不会舍得我是 恐怖分子的片尾犬 还有一首歌是台语歌 他唱台语歌不太一样 就是跟比如说江慧的那种 亏靠就是那种 那种音不一样 亏靠是气口 对 我只是要跟听众解释一下 对对对 就是唱台语歌的一个味道 然后他们台语歌都比较可能 就是这种味道重一点 但是他自己还是那种 唱歌都是疏疏缓缓的 流行唱法的 对 对 然后他唱的台语老歌 他蛮有书卷气的 蛮有文艺气气的 这首歌叫 《思慕的人》 什么 《思慕的人》 对不对 对 那会不会像 就像当时他们说 潘岳云 唱这些闽南语歌曲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比较流行的包装 流行的唱法去唱的 对不对 是的 而且像潘岳云 可能他自己还是讲台语的 蔡琴 蔡琴是不讲台语的 蔡琴不讲 他不会讲 对耶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发现 好像我真的没有发现 他有那种比较重的 这种腔调 就是真的 他真的讲的不好 但是他唱的台语歌 还蛮有味道的 所以你肯定很难选 对不对 三首 对 而且这个时期 他还得了一次的 金曲奖的 最佳女演唱人 对 其实金曲奖也是 是哪一张专辑得的 叫谈心 是1989年的 这张专辑其实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非常的冷门 但是当年得了 得了奖 而且 谈心里面有什么歌曲 你还记得吗 谈心里面其实像有 你是我心中的云一朵 忽然想起你 然后什么心底的窗啊 什么歌楼啊 我知道了 对 我想起来 因为里面有一首 我很喜欢的歌 是最后打烊的酒馆 这首还蛮有 蛮别致的 这个曲风 对 其实他在华纳出的 后面几张专辑 因为他最早的第一张 不是华纳 说错了 飞碟 因为飞碟后来 被收到华纳了 对对对 那他最早第一张 那个慈情可待 也就是金大班 最后一页的那一张 是最多人谈起的 但是其实后来 他在飞碟的 好几张专辑都是文艺的气质 比较重的 像双星小战啊 对 他里面有一些歌 像诗一样 对 好像是苏莱作的词 对对对 就是双星小战 就整张专辑 你从第一首歌 你是三月的小鱼 小奖什么之类的 小奖 然后滑动我的那个心房 的涟漪 对对对对 我当时听到觉得 天哪如果有哪个人 写情诗的话 肯定瞬间就 对 他这首歌作为 第一首的一个intro 简直是 intro做的真的是很棒 你是三月的小奖 温柔的划过我的心头 爱吃平静的春水 飘成微微的火灯 好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蔡琴这一首脸 刚刚说到在飞碟时期 除了大家最熟悉的 她的此行可待 这张专辑之外 其实她还是发了 好几张 一文气息比较重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伤心小战这个专辑 甚至包括还有 时间的河 然后包括她刚刚 Simon讲到的 得了金曲奖的 那一张弹心 都是 大家可能不是 那么的熟悉 但是如果你对蔡琴 有兴趣的话 你回头去翻 她这几张专辑来听 会惊为天人的作品 对 而且那时候的唱功 非常的鲜熟 非常的稳 然后感情都在里面 对 但是因为今天 我们的主角是Simon 然后他推荐的是地下琴 所以我们还是 在听了一小段的 这个恋之后 我们相对 再多听一点点 地下琴 好不好 好的 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 地下琴当中 先结束我们今天的 《哪些人那是歌》 明天的节目当中 还会继续跟Simon 聊到更多 关于蔡琴 各个不同的阶段 有什么样的特色 有哪些 值得推荐的奏品 欢迎你明天 继续收听 我是易乐文 跟你明天见 拜拜 你是否用你的心灵来听 听我唱着内心的声音 你只看见我表面的美丽 可曾看见我深藏的心情 我的声音 我的心情 时常给谁来听 谁来聆听 我沧桑的声音 听我碎落的心 多少月也划过 直到天明 我数着碎落的孤寂 你听到我温柔的声音 你听到我温柔的声音 你只看见 你只看见我表面的唤醒 从来不曾走进我的内心 从来不曾走进我的内心 我的声音 我的心情 时常给谁来听 谁来聆听 谁来聆听 我沧桑的声音 听我碎落的心 我沧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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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看见 我沧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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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沧桑的声音